因为事情发生在市中心的缘故,反响很大。没过十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有特殊车辆直接赶到了这里。负责这次案件是刘建明、刘对。他最近很头痛,三十出头的他本来正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此刻刚下车的他虽然一脸严肃和凝重,却始终也无法遮盖脸上的几分疲态。 立刻疏散,将所有不相干的人全部隔离出去。是,队长。刘对办事雷厉风行,他立刻下了命令。队长,在人群之中发现了杨坚,而且似乎早就目击了事件的经过,要不要去询问一下。 一个人员走过来道。阳坚。刘队微微一惊。不是因为偶遇到阳坚而吃惊,而是他的出现让刘队立刻意识到,和事件十有八九十牵扯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很有可能是灵异事件。而一旦碰到灵异事件,他们是不能插手的,也没能力插手,只能去报告上去。 阳坚,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刘队决定还是去打个招呼,他走了过去,对着站在马路旁边的阳坚静了一里然后道。 刘队,看来你又有得忙了,虽然事件造成的伤亡不大,但影响很大,毕竟这,比之前商场人口失踪事件的可要严重多了。 杨坚开口道,有多少损失,你知道吗?刘队问道,不清楚。杨坚道,通知新来的那个负责人召开明吧,让他来解决,这不是你能应对的。 刘队苦笑道,又是灵异事件吗?不过新负责人有点不好打交道,就算是通知,一时半会儿的也赶不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帮忙吗?不求解决这事件,只希望能多救几个人,这样就足够了。 杨坚道,我国有句话叫在其位,谋其正,现在大昌市是赵开明负责,我不能贸然插手,万一事情激化了,这责任得算在我的头上,而且我这样直接就插手别人的事情,颇有一些月祖带袍的味道,我的意思刘队你懂吧? 刘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也办过案子,当然知道一个案子只有一个负责人,其他人的确是不好插手。 不过杨坚也只是客套话而已。他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去插手一件灵异事件。 刘队见到杨坚不愿意介入事件当中便很快离开了,他要去忙着指挥一些救援、救助的工作,十分忙碌。 但这辛苦的忙碌起到的作用很小。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男员工承受不了那份恐惧,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从15楼逃了下来,一边跳着一边还喊着我不想死,救命之类的。 那种绝望的心情,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 Peng Tudor。人落在地面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鲜血飞溅,血肉模糊,不忍直视。 有人不敢跳,但很快就被什么东西给硬生生地拖进了那昏暗的写字楼里。 崩溃的惨叫再次传开,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有人已经猜到了,那是临死前的惨叫。 而开始思考的人却已经发现这事情很不对头了。 如果是火灾,为什么没火? 要是有歹徒在里面行凶的话,为什么没有动静?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把一个个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人逼得跳楼? 连十五层都敢跳下来,那是不是意味着里面的绝望和恐怖胜过了从十五楼跳下来? 很快。 惨叫声越来越少了。 差不多要死完了。 杨坚神色围动。 呼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写字楼里走了过来,最后站在了玻璃窗前,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只能勉强看到上半身的一个脑袋,其他的根本就看不到。 那个人很诡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显得十分的平静,和之前那些崩溃,呐喊得人格格不入。 而且这个人一脸麻木,皮肤呈现青黑色,像是一具放置了好几天的尸体一样, 看不到任何正常人的样子,一点生机和活力都没有,死气沉沉,带着一种莫名的阴森和寒意。 那就是鬼吗?杨坚此刻感觉鬼眼有点不由自主地要睁开了,但他还是克制了这种异动。 那人在窗户前站了一会儿之后又很快了转身离开了,消失在了那十五层。 不过在那人转身的一刻,杨坚无意间看到了他的眼睛。 漆黑如墨没有瞳孔,仿佛两个黑漆漆的空洞一样,诡异而又邪性。 虽是一批而过,但杨坚却是陡然一惊。 是他Tilda。 他认出了这只鬼。 是周正体内跑出来的那个鬼鹰。 对,没有错。 那漆黑空洞的眼睛,青黑色的肤色,绝对是鬼鹰。 杨坚和他打过两次交道,不会认错。 第一次的时候他刚复苏,杀死了周正从他的肚子里爬了出来,是一个婴儿样子,第二次是在王珊珊家中。 那个时候鬼鹰已经成长成为了一个孩童的模样,能站起来走路了。 但是现在这分明是一个青年的样子。 那青黑色的阴霾覆盖了整个楼层,那正是上次见面的时候鬼鹰正在孕育的鬼域,只是那个时候他那只有一点苗头而已。 距离鬼域差远了。 但是现在,已经离拥有鬼域很近了。 继续让这鬼鹰成长下去的话,这大昌是只怕是不能呆了。 杨坚虽然没有介入这事件当中,可确认了鬼鹰的成长速度他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这只鬼越来越恐怖了。 我们离开这里。 他对着躲在身后,不敢离开的江艳道。 已经知道了这只鬼的身份,就没有看下去的必要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轰隆隆Tuda,伴随着汽车油门的轰鸣声。 一辆特殊车辆,马力十足,像是一头野兽一样从旁边的路口冲了出来,直接撞开了一辆拐弯的车辆,冲到了路口的人行道上。 而且速度不减,竟向着杨坚奔来。 杨坚脚步一停,一只鬼眼直接睁开了。 一个没有头的影子出现在身后,隐约有种脱离地面要站起回来的感觉。 冲我来的吗? 他感觉到这辆车十分精确地锁定了自己。 谢谢。